另外,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推行新移民改革,核心是高新技术人才为优先,但是限制亲属移民等条款就被移民权益团体炮轰,并认为会对美国农业产生灾难性的打击。 长期以来,美国施行以亲属移民为主的移民政策,伴随特朗普政府上台,以及移民改革议案推出,这一原则可能面临重大改变。 移民权益团体代表认为,从经济方面看,一旦新移民改革议案通过,对美国农业打击最大。 新移民改革议案按照学历、年龄和薪水等项目来计算积分择优录取,类似方法已经被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采用。 但反对者指出,拥有高学历、徒生徒长的美国人,也未必能够达到积分的最低标准。 尽管新移民改革议案在国会过关的前景普遍不被看好,但是赞同者认为,它指明了未来美国移民政策方向,为今后的移民改革做好准备。 方航卫视刘海平,郭子玄,旧金山报道。